您刚才提到中国的一些所谓的宗教历法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 是国内的很多弟兄姐妹 已经丧失了宗教信仰自由 最近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案例 就是12月9号 想必您也听说了 成都的秋雨圣约 也是王仪牧师他牧会的教会 受到了一些打压 我听说您跟王仪牧师比较熟悉 我想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跟王仪牧师你们之间的交往 是个什么情形 我想我和王仪牧师的交往 也确确实实以道会有 确确实实因为真道的缘故 因为我们一同追求真道的缘故 因为这个真道是我们所共同任性的 上帝所歧视的 彼此于圣经的 万故长存的真道 当然这个真道也表现在 从宗教改革以来 以这个慈禹里 加尔文诺克斯 许多先生先贤为代表的 这个改革中 为什么又讲到改革中呢 因为宗教有很多种 每种宗教中有很多宗派 所以宗有宗派 学有学派 无宗无派 千奇什么 百怪 当我们对于这个宗教越是认真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到底你信基督教 那你信的是什么版本的基督教 就像我传福音的时候 或者我传道的时候 很多朋友说 王先生你怎么传我都不信基督教 我说你不信哪个版本的基督教 告诉我 可能那个版本的是山寨版的 不管你不信 我劝你不要信 我自己也不要信 但是无论和王一牧师的接触 我们确确实实是一道会有 在学习圣经启示的真道 学习改革中神学 这个过程中 我们确确实实有很多 比较密切的往来 靠着主的恩典 我比他更早信主 更早进入教会 更多学习改革中的神学 包括王一牧师在 我就特别讲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我想多年前 我在香港召开一个 改革中的学习的会议 那时候有王一牧师 他还不是牧师 彭强牧师 那时候彭强也不是牧师 他还在做书店 王华生牧师 王华生也不是牧师 那时候三个人都是普通的弟兄 当然也不同程度的爱慕主 参与教会的事故 但确确实实是 既没有成型的教会 也没有成型的治理 他们也没有按摩 那个时候我就给他们讲 我说三个丑皮将 丁个竹格亮 你这三个活想手 不要避死打击 要成为这个教会 在成都建立的 改革中 纯正教会 在成都建立的三大主席 要弟兄相爱什么 汉山河 教会的建立 改革中的建立 张老会的建立 关键不是有多少书记字句 因为图书馆有的是 关键不是有制度 谁都会制度 我们中国有宪法 也有法制的制度 但是那个法制的制度 不一定 不等于法律的什么 治理 更不等于法律的什么 通知 我说如果你三个 靠着主的恩典 希望你牵写的彼此 什么 相爱 然后第二个 我想我能够回忆的事情 就是王一牧师 有一次在福州 在一个火车站 我们他 感谢上帝带领他 我到福州带领教会 也请他来到福州 我们一起在火车站 王一弟兄那时候就问我 自由牧师 我靠着主的恩典 还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 如果进入牧址 释放有彼此冲突的地方 我说的大而言之 牧师本身也是一种公共性的职份 因为我们面对启示的人 几百人 上千人 一讲课讲道 我们又不是秘密会圣 我姓圣灵 我姓圣耳公 这是什么 教会 所以这个牧师讲道带领教会 肯定是公共性的 有的时候我们录视频 发文章 写书 那你更是公共性的 所以牧师不是 教会不是民间秘密会社 然后牧师不是民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 那其实牧师本身就是一个public office 就是一个公共的什么职份 但是牧师和一般的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 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 你可以成为搞民运的 搞宪政的 维权的 这些在每个人的良心 在上帝带领他的地步 都有他的道理 都有他可以理解 可以尊重 可歌可戚 我们完全用悉灵 来为他们祈祷 为他们呼吁 甚至我们献钱献利 共同参与圣举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牧师作为一个公共知识 我们应当回到圣经 所以圣经上讲道 我们大家都笑得在石头行 第一句话讲道 毕德 教会新生了 而如果教会越新生 牧师应当组织大了 人员多了 影响大了 我们就应当走上公共领域 我们就应当成为群众领袖 但是毕德那时候反倒讲 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年 那是管理钱财的事情 那是管理人员的需求的事情 那是公共管理方面的 要委托给指使 委托给别人 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年 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提醒 王一弟兄 虽然如果靠着主的恩典 你能够担任教会的牧师 仍然是一个公共性的职份 仍然是一个敬畏主 爱主爱人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这个公共知识分子 有它的特定性 不再是宪政领域中的 不再是民运领域中的 也不再是威权领域中的 这三个领域都是很宝贵的 都是很需要的 都需要各就各位 各得什么 其所 我们也可以不同程度的 或者是生远 或者是代导 或者是奉献生命 奉献金钱 这个个人的护照 都是完全值得尊重的 但是牧职就是牧职 我们应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业 所以我们一言一行 都要追求合乎圣经 一言一行 都要考虑到 如何按时分粮给众人 所以我们不能够利用教会 去搞政治 我们不能够利用教会 去搞经济上的传销 我们也不能够利用教会 来这个做一个社团的演出 虽然这些活动有的时候 弟兄姊妹免不了 但是不要紧 你个人去做 你个人去做 哎呀 我有负担的几个弟兄 你也可以去做 但是你都是底下的 个人的自愿的结合 但是作为一个 由信仰告白 由智力当成 由圣职人员 由会中大会的 一个建制性教会的 一个全职的牧师 那就应当以祈祷 传道什么 为念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该公道就公道 该私道就私道 但是关键不是要靠媒体出名 关键不是要靠国内外的呼吁出名 关键是我们要 灵桥像蛇 顺娘像鸽子 当然有的人也讲 灵桥像蛇 慢慢慢慢就变成蛇了 这是你讲的 灵桥像蛇 就是不要别人 不要让别人害到我们 虽娘像鸽子 我们也不要伤害别人 所以怎样能够保持 以祈祷传道为念 怎样为弟兄姊妹 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 个人无限的低调 就像世纪约翰 见到耶稣兴起的时候 他比新盛 我比什么 衰微 宁肯在教母生活中 默默无闻 宁肯多受苦 多受鞭打 多受贫穷 上帝会格外的纪念 弟兄姊妹也会爱我们 但是我们不能够打悲情牌 我们不能够打政治牌 我们不能够打迷运牌 我们不能够打宪政牌 其实这些牌 其实这些牌都可以打 这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一些活动 甚至政治有政治的游戏 经济有经济的游戏 游戏都有一定的什么规则 当我说到游戏的时候 也绝不是一个恶意的这个财色 但是作为牧师 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回到圣经 更多的效法耶稣基督 更多的谦卑的 默默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来跟随主 不是要宣扬 不是要找亮点 不是要找那些社会舆论 国内外 特别需要的地方 特别亮点的地方 特别能够进入媒体的地方 所以这些方面 靠着上帝的恩典 王一牧师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做了相当多的事情 包括今天就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 中国有八千万到一亿多的基督徒 有这个几十万的神职人员 他们大部分 不管是在什么体系的 他们都是默默无名 他们但是都是靠着主的恩典 有的人坐牢也默默无声 有的人贫穷也默默无声 有的传道人吃掉上队 没有下队 然后就饿 还一看就饿瘦了 但是他们仍然忠心的服侍 但是他们并没有发到网站上来说 哎呀我下一队没饭吃了 请为我祷告 这不是祷告 这是勒索 我要受苦了 请为我祷告 这是打悲情牌 所以说我们在上帝面前 我不排除在公共领域中的 不管是你有意识的 还是无意识的 公共领域中 肯定会有一定的曝光 为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音乐 使我们以祈祷传道为念 是主必信圣 我必选 那么这一次根据你的理解 成都的这个秋雨圣约教会 大面积的这个弟兄姐妹 受逼迫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请你分析一下 就是说成都秋雨圣约教会 大面积的受逼迫 我想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大环境 大环境而言 就是中国整个的来讲 我们没有法治宪政民主 所以我们这个敬拜的自由没有得到保障 不光是我们的自由没有保障 那些高级官员的自由有没有得到保障 那你知道我过去做律师 你在大学里做教授 你就知道教授 副教授或者科技级干部 你的护照都没没收过 那官员他就没有 那共产党员就没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所以我们看到不光是基督徒 没有基本的敬拜的自由 那当官员也没有敬拜的自由 共产党员也没有信仰的自由 所以这个大环境来看 这个1949年之后 这个共产主义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剥夺了我们中国人 中国公民 基本的迁徙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聚会的自由 敬拜的自由 我们个体的尊严和权利 基本上都是葬式意见的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到 中国确确实是这个状况 甚至在文革的时候 政法的时候 你是信主的 你用圣经 那个圣经烧了 教堂拆了 牧师杀了 或者是关掉监狱的去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必须承认 那中国本身也有个改革开放的什么 过程 比如说基督教在中国 这个大环境 一开始是同战的阶段 那联合 第二个阶段是镇压的阶段 然后78年70年改革开放以后 那就是基本上是个引导的阶段 那现在差不多也是引领与社会主义建设 想适应 当然这个方面我们也不一定完全赞同 但是确确实是我们处于这个大环境之中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 千千万万我们不要自己 特别叫苦连天 那中国人那么多人 这个自然大灾害死 二十三十千万 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一亿人受伤害 包括到现在的一百多万高官的 那也是没有正当程序的审理 那也就没有正当的程序的审判 所以不光是基督徒 法轮功的 他没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吗 那新疆的穆斯林 他没享受信仰自由吗 所以我们不要尽量为自己苦穷 苦悲悲哀 我们要为整个的中国人 整个的中国社会 甚至包括到美国来的华人 就心里上得了自由了吗 他们是否是这个身体出了癌剂 心还是牢牢的被捆绑了 被惧怕了 甚至做牧师就有了自由了吗 可能会怕得罪中国 得罪当官的 那回不起中国了 中国的亲人受到影响 所以不要说中国的大陆的基督徒 没有享受基本的自由和罪业 就是当官的 就是少数民族 就是我们来到美国相对自由的 也不一定真正得了自由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大环境 这个大环境总其来而言 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法治 宪政民主真正自由的一个保障的体系 我们还在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松一点 有的时候严一点 有的时候宽容一点 有的时候是什么 紧张一点 但是中国这个大环境要摆脱 两千年三千年的欧相崇拜 黄川专制是任重什么 道元 从1911年的新海革命 现在专业差不多一百年过去了 那我们还真的是建立了共和国吗 我们真的是建立了宪政吗 我们的所谓的democracy 德先生真正到位了吗 我们不知不觉还没有到位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基督徒 把基督教教会的苦难和挣扎 放在中华民族 放在中国这个土地的大环境上 否则我们就是自我生意 否则我们就是自冤自义 确确实实我们不顾环境了 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丘与圣约教会 确确实实在公共领域中 有他的影响 有他的地位 有他的活动 那正是因为他这些特色 受到中国执政掌握的特别的大压 所以说教会本身被取缔 王与姆斯本身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来受到刑事的拘留 也包括其他的人 不管是以寻习滋思 还是非法经营 非法出版 这些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 进入了相应的程序 当然进入了这些程序 最多是犯罪嫌疑人 他们仍然应当得到正当程序的胜利 他们这个顾情律师 家人探访 这些方面他们基本的权益 应当不光是根据中国的宪法 根据中国的刑法 根据国际的有关的人权的条约 这些方面他们基本的人权和尊严 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 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局 驱敌秋雨圣约之夫教会 居雅这个王仪牧师 以及其他的弟兄姊妹 而且在巨雅期间 使他们得不到律师的福 不能够像孟晚舟 在加拿大北关系 这么大的事情 涉及到几十亿 涉及到两国关系 但是孟晚舟也可以曝光 也可以有记者采访 也可以有听证会 而且也可以保释 所以说为什么在帝国主义国家 在洋鬼子国家 我们中国公民还能享受到这样的权益 为什么我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 我们就不管是王仪牧师 还是其他弟兄姊妹 我们也理所当然的 严正的要求 严正的抗辩 我们的人格的尊严 基本的法律的权益 应当得到百分之百的保障 而这个方面我们是从良心上 作为人 作为公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们是没有任何可妥协的余地 但是第二个方面 从小的环境来看 我们也感谢上帝 在中国大陆 还是实行改革开放 所以我们知道 中国有八千万到上亿的基督徒 不管是北京 成都 包括上海 很多的三次教会 很多的家庭什么 教会 大部分的基督徒在和平聚会 大部分的家庭教会在和平聚会 但是确确实实 也有一些三次教会的会堂 被拆的 有的被拆是冤枉的 有的被拆就像港的 我们两个聊的 那人家本来允许你一亩地 那你带了三亩地 那确实实 不管在香港 在美国也要给你拆的 因为它是公共建筑的 就像我了解的 包括北京的一个教堂 你要买教堂 买教堂 你就说买教堂吗 你就说是新型产业 你这在合同上是贵大的 那那个政府 不能够允许你这个合同成立 为什么呢 你新型产业 如果是 你是教会聚会的话 你是涉及到几百人 几千人 那这个叫 那这个这个公共场所 是否适合 五百人 一千人 两千人聚会 有没有适当的防火的 卫生的 撤退的渠道 你不能够用贵大的方式 取得你合法的用途的 我们合法的目的 一定要有合法的方式 什么 达到 当我们购买教堂的时候 那该多少地就是多少地 该用一教堂就用一教堂 如果你不能够购买教堂 就不要购买教堂 如果能够购买教堂 就说购买教堂 因为教堂是涉及到有公共的 公共安全的 你说这些方面 政府有没有管理的责任 当然有 政府从公共安全 从公共卫生 从公共这些方面 这些是执政掌权的 他们不是空公是吗 配件的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也不能够一边倒 我们既要维护教会合法的权益 我们也要维护 也要主张 也要任何国家 任何政府 都有公共的一种进行实在的什么管理的权益 所以当讲到这个小的环境的时候 所以秋衣支付教会也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在成都 秋衣支付教会被驱递 但是彭查牧师带领的恩赴教会 还在正常聚会 我们看到这个 看到王华生牧师所带的这个秋衣百花教会 还在相对正常的聚会 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家庭教会 有的是改革宗长老会的 但是不是改革宗 不是长老会 不那么险上漏水的 那教会更是千千百百呀 那也是在相对自由的聚会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比较平衡的讲 随意的去的 这个秋衣圣约教会 在程序上 是由他可商权之处的 是由他可抗辩余地的 适应到有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合理的法律程序 来保障王一牧师 保障重同工 保障出于支付教会 基本的人权和尊严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 这个教会被打压 我们又不能够 因为一个教会被打压 就说中国人 中国家庭教会 现在都要被打压 现在中国教会 一点信仰自由都没有了 这我们也是做假见证 所以不管是从政治学的学者 还是从我做一个律师的训练 还是做一个牧师 还是做一个人 我们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当然我们的了解有限 我们的表达也有限 求主练你 求大家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使我们的表达和了解 能够更加深入和正确 谢谢大家